三个中产党 中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四中全会正式结束 四中全会对香港人最大的关联是什么呢 深圳的色情尝锁 大家都知道三中全会 不需要回大陆 因为你回大陆也不会有什么 现在会不会呢 因为很久没有回 现在应该都会的 香港人多些去的东莞都已经很久了 已经没什么 深圳的色情尝锁都会被隐蔽 不过我不要再说 怕不小心说的 不应该说的 说回四中全会结束 之前盛传很多东西 例如习近平会立署 政治局常委会换人家人 这些完全没有 反而变成了什么呢 有些时事评论员 当然很多人的报道 习近平在四中全会的法人 坚持 一定要用法治的方式 贯彻实施基本法 那些人就立刻觉得很悲观 他说用法治贯彻 大陆的语言 或者我们以前评估大陆的口气 一定是用一种雷霆数月的方式 去瓦解香港的抗争运动 然后他一直都说要国进民退 要全力支持公有制 又或者要把中央权力收紧 跟香港有关的人 甚至乎人们就说 特首的权力可能都会被削了 很多东西都会被中央 不过这个我们待会先说 先问大家 你们对于四中全会的感觉 其实也不需要理解 或者你身边的人 有没有听过他们 怎样看四中全会 我先说个自己的看法 那篇的传闻很长 譬如刚才你讲到 我就随便抽段出来读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类似这样的东西 但你问我的话 其实有什么新事呢 我不觉得很有特别新意 大家都明白 习大大上一场这么久 大家都知道他的初心是怎样 他说了很久 他真的坚持社会主义 这次我不觉得有什么很具体 是会执行的 以前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是没什么感觉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很有内容 会有一大改革 我不觉得是 所以他讲不讲 这个四中全会公布的内容 反正我觉得之前 他讲区块链那类的新东西 反正这篇 这些中共的党语言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我感觉就是 你就是这样说 你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生活 而且也没有一些 所谓的政策上的启发性 甚至乎可能反过来 可能是日后之后的做了一些政策 你穿坐腹 人家一早说了 但很多时候 这些一早说了 又不会是你分析的时候 例如港区块链那些所有东西 他根本是在之前那些政策 在之前那些讲话 他已经讲了 就不是在四中全会 因为他讲一些 第一 通常重大政策 在一中二中三中全会已经讲了 在四中全会就很少会讲 因为一旦排名拉相 已经是临会的 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可能讲一些人事布局 你过了三中全会之后 重大的政策就不会发生的了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所以 我都不是很认真地看四中全会 他讲的那些东西 有时有些东西他讲了出来 是会很令人震惊的 就是的确在什么中全会 就是不会说不会影响 例如三中全会当年是全面的架 但今次 我大约听到 我又不觉得一些特别政策是令人震惊 都是讲到一些是很老调重弦的东西 我觉得在中共 你固然 他有些微言大意 你要是揣测他的意见 但是你有很多人就 研究中国政策 就会是很过度揣测 就是他向来都是这样的 比如你说香港 我觉得香港政策向来都是一贯 是从来没有什么 是从来没有改变过 只不过大家看不出那些东西 从来他从日一 在1984年的时候 他已经是这样做的 他已经铺路了 是准备好像现在那样走法的 只不过他好像现在那样走法 他走得 顺利或者不顺利 但是他的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但他的大方向不会变的意思 就是我大方向是希望发达到 我发不了 但问题就努力发达 所以大方向都是这样走的 只不过他有些大方向是做不到的 从来中共在这几十年来 他的对于香港政策 对于什么 他的做法是没有改变过的 在我心目中 但我想问 因为我不是身边 不只一个朋友是这样的 我身边有些出名的KW朋友 会有这种看法 我包括有些台湾朋友的看法 就是看完之后 做得很震惊 决一下火 尤其是关心香港的朋友 就说香港会全面收紧 会是死了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看法 我认为独裁政权 没有办法是公开内部的运作资讯 所以很多人都只能够靠 尤其是一个封闭的团体 所以很多人都只能够靠一些蛛丝马 就是推论究竟做什么 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 即逢成独裁政权那些合照 那些人的站位 家里在哪里 这是一个最好的起步点 就是那个权力 有一个人就在暴升 因为他越来越向中间站 有些人越来越向边站 就是失势 不见了可能已经被人清算了 然后你很顺理成章 既然想可以解读 当然发言都可以解读 用字都可以解读 当然这种做法也很顺理成章 会走火入魔 你就会不停地揣测这些字 甚至你会想到一个方程式 就是通常他说这句话 就是代表什么 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香港 甚至是亚洲人 你都很喜欢听这些传说 你会觉得这些八卦 这些传说式的说法 是比起你去看一些很沉悶的 或者你如果每年都说 他那个中央政策路线不变 他就是逐步收紧 就是对香港的施政路线 那没有人会看你的节目 你怎样会看你的节目 你看看这次糟糕了 面如死灰 或者我看完之后 欲哭无泪 就是你不停用这些方式去做 你才能够迎合到或者落地 就真的令到一般人都觉得 他可以理解到现在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样说的收视 其实这些不是娱乐化 或者是TVB 剧化 这些就是内斗 他早就打算要铲除哪个人 现在他打算用这个方式去立署 或者在后面这几句已经说明了 香港你没有运行 这种演义式的方式 一来就是因为独裁政权没有公开的资讯 你就只能够够够揣测 二来就是当你不停够够揣测的时候 你就只会走火入魔 而三来就是一般人都喜欢用这种方式去解读一个政治 但是为什么一般人会听多的时候 你每次都这样说 好像都很流流的 他都不会去看回来 不如你看《八五月佑报》 那些《活华》都是老作的 公大大都看了是好看的 有时我自己都看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搞雜誌的时候 就有些星座 星座是找找作的 有时自己作的 那些星座 但是我们有时自己看的都相信 我们明知是作剧 我们自己看自己写的作剧 我们都看今天星座说我们什么 不是 八卦周刊都是这样的 你明知十单八卦新闻 可能有六单是作出来的 甚至是那个星座自己的甲新闻 你都是会看的 我问我身边的人 有些KL讲话 每次都是 譬如常常说解放军下来 下多少都下不去 为什么要继续听 起码都当故事先听 中了就有益 不中就当故事听 这样也可以 基本上严肃正经的评论是没有人看的 只有两种是会看的 一集扮高深 一集扮高深的话 你看完就像自己高深的评论 二集扮高深的评论是要讲得像小说 听完就当作是三个演义 我反对这个说法 因为很多严肃正经的分析 其实它的水平 或者是绝大部分严肃正经的分析 比老作更坏 我宁愿看老作的 你不发现香港很多严肃正经的水平 其实只是很乱作 是没有内容 没有水平 即是它连娱乐性也没有了 其他真的懒得 一堆东西全部都错了 其他可能是抄抄 有些可能是看外媒 又或者它召回原稿 然后就是扮认 加些评论 但我想说回 今天我们的主题 就是说香港施政路士 很认同刚才周冉大师说的 中共对香港的施政路势 从来没有变过 它只不过是反抗大一点 那一刻就缩一缩 缩完之后 它一定是继续下去的 如果你的反抗弱一点 它就加快一点 你从来都会看到 它就是想在回归之后 将中共的价值观 或者施政模式 就加在香港身上 那个路线从来没有变过 你不会看到 突然间给了让步 有很多人以为政改方是让步 你今时今日看 香港的政改没有变过 但它就令到泛民主派 沉溺于在这个选举游戏里面 到最后香港的自由 其实一直越来越少 所以四中全会 你问我唯一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不是那些什么加强收紧 香港政策什么什么 这些事情一向都在做 不需要他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 但是很多人看完他说 就觉得中国政策 说言大误 一向都没有停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那些人说违反基本法 违反基本法那一刻 我已经觉得那些人完全不写中共政治 其实基本法是写明了的 中共是绝对没有违反基本法 是你水平 我为秋香你水平低看不出 他说明高度自治 他没有说明你自治 他第一次写基本法那一刻 他写了给你 你水平不够看不出 就是我为秋香 他说明是高度自治的 他没有说明给你香港自治的 高度他自己慢慢定义 他说明是 中国中央政府 是授权香港政府的 他授权你他即是有权 他这个不是一个分别的力量 不是好像美国那样 你有你有权利我强 那些人在我那里 他说明了的 他第一次那一刻 已经预计了今天是会这样做的 你们水平不够在1990年的时候 你们还在幻想之中 活在那个幻想之中 以为是他真的会这样做 他觉得有冤枉 我写明了给你 我是秋香 为什么你看不明白的 我来到已经是想着老点理 我入华府 为什么你会相信呢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当我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说来说去 我都说 你们水平不够 人家一早已经说明了 不是一个基本法 基本法绝对是 in favor of 中央政府的 是完全他做什么都可以的 所以不是一个基本法的问题 而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中了伏的问题 说明不是整股 他说明不是整股 为什么看不出呢 最后我就是想说 你看现在几个月 香港有些人说很乱 有哪一刻是有用过 中共直接介入的行政手段 没有 紧急法原来 香港一向都有 反蒙面法的立法过程 完全没有用过 人大释法所有的东西 就是告诉你 现在现有 特区政府的所谓自治权力 已经足以可以令到 它实施在香港 变相介入 有什么都好 而你说因为四中全会 会令到中共直接去干涉香港的任命权 例如我具体的就是说 他可以换了张建宗 放一个节目师 然后就叫林郑下台 那他就不用选了 这些事情一向都可以做 不需要四中全会 他硬说完才要做 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这些政治式的发言 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他根本没有任何意识 而你尝试去过分解读 那你就容人自要 第二件事 你也要明白一个独裁者 他今天想的和明天想的 是完全不同 而不需要有任何解释 你去看着这件事 去解读网后的发展 而如果习近平明天已经想到第二件事 不跟就不跟 不跟就不跟 这个就是我觉得 无需要花太多心神 我认为一个独裁者 他无论多独裁者 即是今时今日 一个administration 他其实到了最后所有这些 他政治斗争 是根据自己决定的 即是他自己弄走哪个 队哪个 捉博熙来坐牢 即是那些是自己决定的 但是对于 治国 治国的方式 其实到了最后 那些都是智囊 只包括美国 中国 全地球国家 都是由与主业人士去做 自己拥有的 Discretion 是很少的 即是所有国家 只是拥有大方 大方是不是在2047年 将中共 在 mentre变成成了 中美国 也许 比如郭進民退 以前江泽民 不会做的 现在便会做 朱镕基 就是我们所说 将国企交给私人资金 但anyway 我觉得 大方向共产党的原则 你都很难改变 明天习近平会给民主 那就恊够了 但如果你就着这个声明,会觉得有些惊天过来的演变,就很大可能不会发生 这一集到这里